继续请教新话现在传出来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在适当的时机 到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来视察 是不是在秀他的战果呢 确实哦 虽然现在乌克兰的部队在南部地区颇有斩获 而且不断推进他们的战线 但是在东部地区 俄罗斯似乎目前还是占上风的 可是呢 乌尔双方之间激烈的交互 我们可以看到在顿巴斯地区 几乎都已经变成断源残壁 很多地方呢都饱受炮火抨击 那么克林姆林宫就表示 总统普京会在适当的时机 到顿巴斯地区去视察 他说俄罗斯要重建发展顿巴斯地区 首要的重重之重呢 第一个就是供水以及供电 还有社会设施 希望能够全部恢复 不过也有人评估 普京可能的顿巴斯之行 也有在稳定军心的意味 甚至是否要御驾清真 都掀起了国际媒体的讨论 陈燕 但是长时间的战争消耗达到现在 情况是不是 二军这边开始出现 弹药短缺的问题呢 确实哦 根据英国跟美国的情报显示 怀疑现在俄罗斯 是不是真的弹药消耗得太快 所以使得他们现在 必须要跟北韩来买弹药了吗 我们来看这项消息呢 因为传出因为长期的战争消耗 以及国际制裁原料不足 所以俄罗斯的弹药已经出现短缺 美国情报部门说 现在传出俄罗斯要跟北韩来采购 数百枚的炮弹 这就已经显示 国际之间的制裁已经削弱了 入侵乌克兰的能力了 而目前呢 情资也说 俄罗斯呢 可能已经消耗超过35%的炮弹 甚至呢 要来运用品质比较差 二战时期的苏联库存的弹药了 而且在实际的战场上面 俄军恐怕还有2000根的炮管 都有耗损损坏 必须要重新的整备和更换了 所以现在传出俄罗斯要向北韩 买更多的装备 对此呢 白宫的国安会就加以评论了 这足以显示 现在他们的情况有多么糟糕 甚至要跟伊朗 以及这个北韩来购买军备了 蔡燕 新话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他曾经说 我们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那日本后来也没有一个新的战备的布局呢 确实哦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留下了这样的政治遗产 那么台湾也不断解释说 日本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实际作为 要来看到的是 日本的国防大臣 最近有最新的看法了 这是日本的防卫项冰田晋一 他说要在西南群岛的地区 增加弹药库以及燃料库 西南群岛地区呢 主要呢 就是以洛尔岛还有冲绳地区为主了 似乎要增加他们的中进能力 并且呢 他强调 这就是为了做好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的准备 增加战力 提高贺阻力 但是呢 他也喊出储备量呢 目前在西南群岛的部分 却只有两个月 因为呢 目前日本的国防部署 主力的弹药 其实有七成是部署在北海道 那么冲绳跟洛尔岛小于一成 接下来他们甚至要考虑 在西南猪岛来增设巨外飞弹 这样的可以从陆基 或者是海上发射飞弹 威辙对方的这样的炮弹了 而日本防卫省近期呢 也在多个自卫基地 开始做一些运送日桥的准备 似乎就是因为 近期台海局势的紧张 让他们也要因应 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做一些撤侨的因应了 财业